请说文琪是我的套赏自己 对 因为那时候 前三年我生日 是我生日 想说对自己好一点 而且我工作了这么久 一天都要赶三四场四五场 所以我那天生日 我就想说 我干脆买一支最贵的表 买给自己 决定了 好 我就去买这个劳力士的表 因为这个劳力士的表 它平面又是英文 真的还蛮特别 而且又是限量版的 限量版 好 等一下再来问劳力士表 限量版能够有多大的增值空间 据说劳力士表是最保值的手表 而且你很聪明 你知道买劳力士表 因为劳力士表它耐看 耐用 一支劳力士表可以带四五十年 不会坏 也甭修理 然后样式它也不会退流行 这是劳力士到现在这么呛的原因 历久不摔 历久不摔 那另外劳力士表它就很坚固又防水 对 你不管说是运动 你这个歌唱什么都可以 它是一个多项功能的一个手表 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的选择 文琪刚刚说很特别是它表面怎么特别 就是来讲一下 我用等一下我们用那个放大镜 好 放给大家看 好 我先讲一下这个劳力士表 这个劳力士表叫做六九 二五八 六九二五八你在报第二位吗 不是 它这个型号 其实六九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尺寸 二五就是它这个里面的形 就比如说它有一个转圈 那八就是它的十八K金 这一起可能会开 是 不会你想要圈吧 六九二五八 这个二五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圈 它有钻石 它还有一个特征 它有那个金字塔 那我们先从 先从什么呢 先从它这个表的这个材质来看 它是十八K金的 对 所以我们来看 它会不会是假的 因为在外面大概有一半的劳力士表 是仿冒品 如果买到仿冒品的话就完了 你买多少钱 差不多三十几万左右 三十几万不可能是仿的吧 三十几万 我跟你讲买到仿冒品跟价格 完全不相干 不是说你买到仿冒品就便宜 有的人把假的当真的卖给你 你还是乖乖买的 有有有有 也许过了若干年 找到秦老板 你看假的怎么办 一泪十面 这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一下 既然来了嘛 对不对 当然要仔细看一下 甚至有的表 外壳是真的 机芯假的 这个要找我看才知道 所以如果说你到那个钟表店去鉴定 不见得它会给你鉴定的很正确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像这种手表没有拆开 你怎么知道机芯是假的还是真的 就是外表都是真的啦 对 那你要不要给它开呢 是不是 那秦老板鉴定不用开 就是西瓜 不用切就知道甜 这个厉害 这个就厉害了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 我们先看表带 因为很多表 表带它是就不对了 你这个表带 OK 好 这个表带 我先保留一下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看表面 所以机芯为什么可以不用开 就看得到里面 你要透视眼 不是 因为我们从事 荡布业的工作 对不对 荡老力士表是一个 那基本的看门功夫 你不能怎么样 每一次客人来荡表 你就把它打开 对 不能一直开心 不是 你把它开了以后 你还要把它锁上 万一漏水 那你得赔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练就一个什么功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机芯的东西 机芯 比如说柴油引擎 你一发动 我就知道它是柴油引擎 气油引擎跟柴油引擎 是两码事 所以你是听声音 我们听声音 我们就知道 这个机芯对不对 这个厉害 这个3055的机芯 它的声音是什么声音 3025是什么声音 它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这个耳朵非常值钱 所以我们把它打开以后 这个打开以后 听这个弦声 这可以上弦的 如果你不带 它会停对不对 你可以上弦 你可以上弦 那我们听这个声音 要一边转一边听 一边转一边听 因为它整个齿轮 它是互动的 它就会有一种弦声 这个声音 你就可以听出来 它是真机芯还是假机芯 假机芯 真的吗 那您可以转转看 要转一边转一边听 对 您不要把那个龙头 拔出来 你讲的什么话 就有人就想 怎么会这样子 糟糕了 有声音吧 有声音 对不对 不然那个要有通灵体质 才听得出来 我可能最近没有亲耳朵 听不出来 有声音 有声音 这个是弦声 所以我们就听这声音 我们就知道 它是真的假的 不用开 你看到这种程度 它太厉害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对劳力士表 一些名表 我们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算议 那我们现在先见价 再看表面 还是要先看表面 我们先见个价 然后再介绍给大家 好不好 我们先见价 请见价 28万元 耶 那个表是 独甲包饭 绝对是原装 对 真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表面 表面 刚才文琦有想到 那个声音到底是怎么样 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它是这样 它是很绵密的 一种机械的声音 很绵密 但是它不会是很大声 不会很粗犷 所以它是 不是 你转上去 它是 滋滋滋的声音 是 滋滋 对 它声音 是很美妙的 滋滋 你笑什么 你听得到吗 好 就这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是一个 电脑石刻的 老板它放倒翻了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电脑石刻的一个 劳力式的图案 所以它立体的 它是立体 是石刻的 就是用3D立体来刻的 这个是 劳力式的一个 所谓的百年纪念款 然后它的那个鑽石 它是包箱的 表示说 这个表还是新款 新款 旧款是用爪箱的 对 这个不同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就是金字塔 金字塔 金字塔 两颗鑽 夹一颗金字塔 这个就是69258 的特殊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它的那个材质 好不好 材质 看一下 你看这边有写18K 18K 这边有一个 罗威娜狗的头 这是瑞士 贵金属的印记 就是你在瑞士 如果要取得 贵金属的认证 它就会给你一个 狗的头 18K 那这边有一个天平 750 这个是一个 法国的品质认证 那这边有瑞士照 这些 这个看起来 是100%原装的表带 这支表是100%原装表 没错 没有遇到骗子 遇到骗子就惨了 可能只值个几万 像有很多 房子也有几万 不是如果18K的话 还是有黄金的价值 对不对 这支表你再带久 它大概也不会再贬值了 不会再贬值 因为黄金涨价了 所以说你买这支表 所以每样只超过1500了 是 很棒 这支手表很漂亮 是